廣州亞運會中華男子羽球隊團體項目的第一點 派出了謝玉鑫對上都是印度的阿爾溫德 不過現在謝玉鑫有點陷入苦戰 10比13了 3分的落後 不過必須要咬住啊 因為這個團體的比賽呢 還是還有雙打的比賽 哇這個球 謝玉鑫覺得蠻懊惱的 因為出界外了 今天這一場球的這個比賽 我們看起來謝玉鑫他目前的穩定度 掌控的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但是以謝玉鑫目前的這個實力 只要他一個一個球好好的跟對方纏 再以他的特色攻擊 應該謝玉鑫還是這一場球 還有很大的作為 是 謝玉鑫除了自己真的是台灣目前羽球界的一哥 打得非常好 世界排名第25名 同時呢在今年喔 今年的國外的比賽 那種超級賽 成績很高的比賽 都要拿到冠軍 包括了新加坡跟印尼的超級賽 應該說是方建民跟李順木啦 他們是雙打的 不過謝玉鑫呢 這個球回空 12比15 3分的落後 不過謝玉鑫呢他應該說他的女朋友啦 昨天中華隊開幕頂禮的掌棋關 撿玉鑫 也是羽球這個世界雙打女雙的第一名的 撿玉鑫就是他的女朋友 他滿好的球彈情侶喔 一起切搓球技也不錯 他們兩個是在羽球界也是屬於一對結配 絕配 天王跟天后啦 這個球攻擊得非常好 對啊把這個87拿出來 這個才是應該是謝玉鑫他最主要的 他的打法跟他的方式 目前這個教練是陳志豪陳教練 有機會慢慢追上來 耶 出界 謝玉鑫追上來了 現在14比15 對15比15平了 15比15平了 在那個球比線出界外之後 對 所以謝玉鑫只要是他減少失誤 他的失誤 這一場球他的勝算就非常高 這個藥砂 可惜啊可惜啦 因為藥砂是 後場藥砂是謝玉鑫的拿手 但是這場球 這個球打到界外去 謝玉鑫今年 他是27歲 175公分 69公斤 滿輕盈的就是這個 他的招牌絕技啊 後場的藥砂 現在又將分數給追平 16比16 羽球一局是打21分 但是最多只能達到30分 對 因為如果平手的話 就是類似有Deuce 你要贏對方 21分之後要贏對方2分以上 但是到了第30分 就看誰先搶到第30分 29比29的時候 就是看誰先搶到30分 那就是舉末點了 對 再來 來 旁邊觀眾有掌聲啦 掉小球啊 哇 這個球 謝玉鑫的沒有擊中 不過慢慢的看到謝玉鑫 有把他的那種殺球的霸氣等等 拿出來了 現在是雙方因為打得過激烈 所以請求裁判 給他們一個擦翰 對 擦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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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只有擦翰而已 對 不能做別的事 對 不能跟教練呢 交談太久 那有沒有人說 我要喝水我不要擦翰 欸 不行 也不行喔 不行 這蠻嚴格的 就是擦翰而已 也不能吃一口這個熱狗 大家很飽 都不行 對 就只能夠做擦翰的動作 對 現在謝玉鑫要沉住氣 好不容易追平了 但是這局始終都沒有超前過 現在又過後2分 這個球界外出 直接了 對 應該說是羽球的單打 兩邊的線呢 是怎麼說這個 最外側的那個線呢 是雙打線 雙打線 對 那所以要看界內界外 是看到裡面的 左右兩邊就是看裡面的那條線 是 那底線的部分呢 底線就是 單打 單雙打都是底線最後那一條線 最後面那一條線 但是底線前面 前面那一條線 是屬於是雙打的滑球線 滑球線 只要雙打你滑球 超過那一條線 就算失誤 不然幹嘛畫那條線 現在又追平了 漂亮喔 所以我們希望說 謝宜欣能夠好好的去發揮 這個球質量非常的高 往前球 質量非常的漂亮 對 謝宜欣在這一局首度領先 19比18 對 這個往前小球 也真的是比反應 對 這最主要就是往前小球 它最主要的技巧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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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重要 哇 謝宜欣為了救這個球整個人倒地 飛撲倒地 但是並沒有能夠救成功 這個叫 這個要殺的角度 也非常非常的尖銳 1902 就是一個平手的局勢 這球叫小球 挑高起來 對 喔 掛網 漂亮 謝宜欣得分 好好問他 他這個球 他是屬於是 灰色迫性的失誤 而且他是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槍石 這個機會 他自己把它打失誤掉了 所以現在我們非常的 謝宜欣他們現在是 在這一局的這個局募點 局募點已經浮現出來了 20比19 掉手球 這個怎麼打的 這個角度太小了 很難救 又有這個速度又有 他這個球的打滑 是屬於是滑拍的一個打滑 所以在變化上 有時候大家 有時候對手會認為 他是打的是直線的打 結果他跑到的是對線 所以會造成 謝宜欣的一種 有任何個選擇 有任何風景 是有的 這就是 感谢观看